怎样印证是否往生 据有关祝念的书提到头顶 断气后十二个小时摸到油 热是深西方 请老法师解释 头顶是说这个人 走的时候 他的神识 我们一般人家灵魂 从哪里出去 从什么地方出去 从顶 从头顶 这是最殊胜 往生是从头顶 身天也从头顶 那个天的佛报非常大了 他从头顶 往下这个六道的时候 就越来越低了 要从脚板心 那就从地狱 从膝盖的时候摸轨道 这是一般人 有这么一个说法 可是最好不要去摸他 为什么呢 神识没有离开的时候 你摸他腿痛苦 他深沉会心 他难过 我们看到这个往生的人 给他祝念之后 他的容貌 颜色通通能够转变 相貌变得很慈祥 脸色变得红韵 就像睡觉 就像睡觉 不像是没有看到病容 都是好像 肯定是人天佛宝 以上的 我们从这上去 心就很安 至于是不是真的往生了 要看他平常的功衡 跟他走的锐相 相不相应 这个是很明显的 至于火化之后 还留下舍力 都不一定证明他往生 这个要懂得 那么最可靠的呢 他在灵命中的时候 他会告诉旁边的人 佛来接引我了 这是决定往生 你什么都不要碰他 那是真正肯定往生 那么有更好的人说 他在几天前 他就知道 三天之后 佛来接引我 一个星期之后 佛来接引我 那是确定往生 往生的条件 没有别的 一行一役 希望到极乐世界 希望清静阿弥陀佛 这个世界 一切一切通通放下了 不再挂在心上了 那这个人肯定往生 又想往生 这又得放不下 那就靠不住 血 就是要血干净 我们这几年提倡 是纯净 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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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净的生活 样样 虽然 绝不攀越 我心里想怎样怎样 就攀越了 虽然什么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欢欢喜喜 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只有阿弥陀佛 只有西方世界一真壮严 那今年的很熟 常常想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 如果不能观想 只念阿弥陀佛 只想阿弥陀佛就好 心上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哪有波王神道理 这就万修万人去 傻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